各位錶民們好,又到最新一集,第八集的《泰外錶》 當然說到泰外錶,當然有我太太出場了 你們先說一下Hello Hello,你們好 對了,到第八集了 這次的品牌也是Ernest Borough 你記得我們好像有印象拍過一集 E-Borough,那次的錶你記得是甚麼錶嗎? 大概 上次是E-Borough,你記得嗎? 好像電視機四四方方那樣 就叫做Romance,是對錶來的 這次就不是對錶,因為全部都是女裝錶來的 不過我真的覺得,老實說 如果你叫我想起E-Borough,我就會想起這個款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款? 或者拿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款? 有啊,它剛剛推出的時候 在某間錶店的廚窗那裡 然後你就說,你看看這個錶,很特別 好像中間有一個轉,好像萬花筒那樣轉 我就說,對呀,都很特別 然後就在廚窗那裡看了一陣子 是啊,是嗎? 不過是很多年前 是啊,我覺得E-Borough來說 這個設計也是其中最有名的設計 對我來說,可能它有些其他設計 其實這個就是E-Borough的Cocktail Collection 雞尾酒系列 其實這個系列,雖然是最新的 即現在再復刻 其實以前,一九四幾年的時候 已經有這個系列 但是我覺得跟晚花筒 中間的轉轉轉轉 那跟雞尾酒有什麼關係呢? 有什麼雞尾酒? 讓我想一下,有關係的 因為你去那些雞尾酒會 然後女士穿晚裝很漂亮 穿一條長裙這樣 可能戴著這隻錶去會有型 大家看到你這條裙又在搖曳 然後你的錶又在搖曳 哦,就是跳舞的時候轉轉轉轉轉 是啊,我猜吧,我也不知道 所以它一九四幾年已經有了 然後在2015年的時候 應該是七十五周年 就再推出市場 所以我們那時候看到 就不會在1940年那些 應該是2015年 那麼久了吧? 不知道 還是不夠久? 2015年 是啊 你可能是2015年或者2016年的時候看到 是啊 很多年前 但這些是否那一年出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之後那幾年都不奇怪 是啊 那你是否最喜歡都是白色 你的錶都是白色的 是啊 我覺得最突出都是白色的 就是那個錶 白色底 加上它的黑度 就是金色的黑度 很優雅 很突出那個錶面 就是轉一下轉一下那個 好像萬花童的轉本 是啊 是啊 如果我買完就變成大花童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現在已經是個大花童了 我不是 我還沒跟你計數 哈哈哈 不要緊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樣計數 所以我還不到有多少隻錶 是啊 這個就是 我看到這三隻錶 又綠色又白色又紅色 我自然覺得它這個雞尾酒系列 這個簡直是聖誕雞尾酒系列 很有自日氣氛 現在很有自日氣氛 看到已經很想有派對 真的 是啊 那你去派對應該帶哪一隻 是啊 雖然現在有限聚令我們去不到派對 是啊 不過這些顏色 真的令我們想起聖誕節歡樂的氣氛 是啊 現在只有三隻 所以它沒有犯限聚令 哈哈哈 再多放一隻都可以 哈哈哈 OK 我們先看看這隻 先量度一量 看看多大 哦 也不是太大 有些好像35mm 也有 35mm 這隻是31mm 量度 也薄薄的 10mm 其實這隻 我覺得 女裝來說都可以 它又不是太小 如果你太小 我覺得 因為它現在 你看到它中間 還有鑽石 你最喜歡那些鑽石 兩顆 兩顆 三六九 各兩顆 當然它的標誌就是那兩個 跳舞的人仔 那這些就沒有鑽石 即是有六顆鑽石 是啊 是啊 說真的 我覺得戴著這隻標 都不太在乎 那些時間是怎樣的 是啊 是不是 因為 其實你覺得鑽石是甚麼來的呢 我是說覺得像萬花童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做事累的時候 看著 轉著轉著 令人有很多的幻想 進入到一個 很繽紛色彩的空間 我覺得都是可以減壓的 我自己說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我現在突然想到一個用途 是甚麼用途 我覺得 如果有 你老闆 抹擦你的時候 我老闆不會抹擦 不是 假設這個標 不知道是誰 總之 老闆抹擦你 你可以催眠他 我覺得 我老闆對我很好 是 我覺得可以催眠人 是 是 我覺得你應該買回一隻 催眠一下你 就 我已經有很多標 不用再買了 不用再買了 是 但我買了這隻標 才催眠到自己 要買多一隻 但這是女裝 不要緊 你買給我 他好像沒有出難裝 因為 OK 其實他在轉這個 就是秒針盤 其實他在表面 有一個在轉 其實他是秒針 哦 他為何有這個 萬花童效果呢 就是他上面是秒針 下面那個 就是分針 分針 分針 秒針就是 你每一秒都會動 分針的動動 當然會慢一點 那就呈現了這個效果 是 是啊 你覺得時針在哪裏呢 即是原盤下面 有少少突出的東西 小的三角形仔 和大的三角形仔 是的 大三角形 大就是時事 是的 細就是分 現在的時間 如果就這樣看 是 就是四點 踏三 就是 對 其實你看慣了 就不會很難贏 不過我就會覺得 分針的三角形 可能大一點會清楚 是嗎 是的 如果分針 可能他的設計就是 特地不要讓你隔壁的人 提到 時間 可能是這樣 有時候很有趣 只有你自己知道 有些人沒有大錶 會安裝一下旁邊的錶 坐車的時候 應該被人安裝一下 這個就安裝不到了 應該不懂得看 是的 他是瑞士仔 或者我攪一攪時間 大家便會知道 他的運作是怎樣的 拉出來 停了 這個又叫停秒功能 我轉 因為他停了一秒 即是最常的不動 我現在領 就是在領分針 指針 指針 其實它不是只有針 它是帶著盤一起轉 是的 現在就是六點鐘 我再按 秒針盤又動 又呈現了萬花童的效果 是的 我覺得它就像萬花童 而且好像是一朵花 你也可以說一朵花 即是有朵花 例如有時候看 National Geographic 它不是說花 即是用一些快鏡 花很快就開了 四季 我覺得有些感覺 現在就是六點鐘 是的 這條皮帶也挺漂亮 所以它是配色的 即是白色面 配白色 然後你看看扣 扣子也挺漂亮的 你看看 通常我不多看扣子 你看 是的 蝴蝶的形狀 是的 但其實它就是 Ernest Borough E-B 其實就是E-B 對 其實就是E-B 弄得很像蝴蝶的形狀 對 偏偏起舞 你說得沒錯 其實這種扣就叫蝴蝶扣 是的 所以其實它像蝴蝶 即是兩隻蝴蝶 蝴蝶扣再加這個像蝴蝶 令我想起這套扣子 Madam Butterfly Madam Butterfly 是的 很出名的 然後呢 或者看看底部 這條皮帶 嘩 底部也挺漂亮的 它是做透視底部 這個機芯就是ETA 2671 比較小 鎚有些輪文打磨 其他位置就打磨比較少 不過最主要是鎚的打磨 嗯 所以這隻錶 前面有東西看 後面也有東西看 是的 你知道嗎 應該是50米防水 也挺漂亮的 是的 當然這不是真金鶴 而是道金鶴 但是 稍後說價錢給大家聽就知道 都是道金的 嘩 這個也挺漂亮的 因為女士錶 有時都廢鬼事搞這麼多東西 隨便物底 那它也做透底 即是前面又有東西 後面又挺漂亮的 或者你上手試一下 好啊 好 先看看 你覺得這個大小怎樣 不錯 好 其實它和你平時戴開的錶 大小差不多 因為你不喜歡那些Panerai 很大小的 是的 我覺得是阻礙我做事 你不妨礙我做事 經常撐壞的錶 一天撐壞的手 是的 這隻還不錯 這隻也挺漂亮的 是的 挺漂亮的 除了白色之外 你又會喜歡哪一隻色呢 這隻紅色 聖誕節 我覺得 如果是紅色 三種顏色來選擇 如果是節日的時候 紅色是否比較適合 因為聖誕節又帶到 然後呢 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又帶到 是的 但是呢 如果我穿了很多紅色 再加上綠色的錶 就好像是樹 是的 你穿了紅色 但綠色的錶 就是聖誕樹 是的 所以很像聖誕樹 或者你穿綠色的衣服 再戴紅色又是聖誕樹 是的 那你可以 所以紅色的衣服 穿上紅色的錶 才會比較好 也是 或者你粉紅色 其實粉藍也可以的 沒有問題 那就突出一點 是的 但這就是聖誕節的 氣氛揚日 這兩隻錶 是的 還有呢 如果你看回 例如說綠色這個 它其實那支 叫做時分的指示 是紅色的 是的 特出一點 是的 它本身已經有紅色在這裡 是的 是的 然後這個紅色呢 就是 那個指針 就是金色 是的 是的 金色 這個我覺得 現在看起來像Ironman 突然間 是的 當然這個是女性化很多 是的 Ironman的女兒 或者是 如果大家喜歡一些色彩繽紛 這兩隻都可以想想它 都挺漂亮的 那這三隻你最喜歡 看完之後 是不是都是這個白色呢 嗯 平日多一點時間 但是我相信都是白色多一點 白色跟著之後哪一隻 是的 如果 如果 好老實說 我覺得穿了黑色套裝 那些 或者深色的套裝 但紅色的錶 其實都挺長眼的 是 甚至乎是 剛才說 聖誕節 或者新年 那些喜慶的氣氛 其實都紅色都挺好的 我自己本人 綠色比較抗拒 所以 所以我就不會選綠色 是的 好像你之前那集也有說過 不是太喜歡綠色的 是的 其實 我想是 譬如 你不是太喜歡綠色 那你買的衣服 又很少是那個色系 那突然間有個綠色的感覺 可能你就 還有這隻綠色呢 是綿色的 綿色的綿色帶 是啊 你看它一氣呵成那些東西 嗯 其實綠色的 襯黃色 襯橫色 我想都可以的 是啊 襯黃色很棒的 黃綠 醫生最好不要這樣襯 不是太黃綠就不太好 是啊 喂 最後呢 也要說一下價錢 是啊 那價錢 這些定價 如果沒有記錯 就一萬多些 你當是一萬二度 定價 是一個公價 你記得嗎 上次我們說過 E波路手錶 也說過 佐敦榮記那間店 是有個特別的折扣的 不知道你記得嗎 是 我記得有折 是有折 當然有折 沒有折就不說了 是 有折的 上次你好像說七折 然後我說 哪會這麼少 一定會再多些 不是你說七折 然後我就說 可不可以再多些 其實就是多些 是 如果根據上次的影片說 是半價的 哦 那是多少錢 喂 我剛才說完 大概你當定價 你一萬二度 一萬二度 其實是六千多 有鑽石也不錯 有鑽石 也有六顆 有小一點 你有辦法和它轉一下 不過 說真的 雖然有鑽石 但是最吸引到人的 當然是它那個 萬花童 那個 就是這個 秒針和分針的設計 是啊 是啊 我真的覺得可以再 給那些網民再看一下 好啊 或者有些紅色 因為那個轉盤 是 你留心一點去看 它慢慢轉 你就看到它好像慢慢放大 給你看 如果你定睜一點去看 你就可以 看一會 看一會 可以想像到一些 好像進入這個時光隧道 有多一些幻想 是啊 是啊 但是你正在上班的時候 很嚴重 看著它 看著我 又看幾分鐘 後來晚幾分鐘 你老闆見到 再催眠它 再催眠它 當然不是上班做這件事 是 吃午餐的時候 是 休息的時候 那它說得叫做 cocktail time 它都是很想你 尤其是隆重場合 那時候 很想你戴的 就是 比較dressy的手錶 那當然你上班 當然沒有問題 是啊 那你覺得 如果六千多元 這個價錢 你覺得怎樣 一隻瑞士錶 有鑽石 還有這個 這麼特別的設計 你其他錶有沒有見過 類似的設計 都是那句 以這個價錢 我自己也會買的 自己也會買 OK 那就是很划算 是啊 去聖誕派對 大約這樣的錶 真是搶了風頭 現在不能去派對 所以大約 不要緊 你找另外三個人 有四個人的派對 都可以的 即是你跟我 加上一個家人 加上一個女兒 加上工人差不多 已經差不多夠了 那我們 也希望大家有多些選擇 因為這個設計真的很經典 這個 是啊 剛才我都說了 其實它是一九四幾年 已經有這個設計了 是啊 所以其實這個設計很經典 而且你一帶出來 又特別 別人一定聽過 或者見過這個款式 譬如我們 剛才你也說 你在廚窗以前也見過 是啊 是啊 我們注足欣賞 有段時間 沒錯 我們現在都注足了十幾分鐘 去欣賞這幾隻錶 我想差不多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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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什麼話說 好吧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拍的影片 好吧 希望大家如果還沒訂閱 都可以訂閱 Like 留言 尤其是對我太太的支持 希望這個太愛 誰是你可以繼續做下去 好 多謝各位 OK 多謝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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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